哈喽大家早上好 今天又发生了一些很尴尬的事情 我原意预计啊今天是去南宁 因为我那边的这个事情工作 然后还没有处理完还要去 早早都把票订好了 然后呢不是这两天不卖货吗 我给忘记了 然后现在这会儿要收拾收拾赶快出发了 要不是有一个粉丝 给我发信息说要来找我玩 我说给他我给他说那个我把票都订好了 我说过两天你再来玩等我回来你再来玩 然后我一看票过去我以为是明天 差一点又给耽误了 然后我们这会儿去院子里再看一下 然后我就要出发去那个机场了 今天晚上我应该就到南宁了 哎这糊涂仙的三个字不是白叫的 要不是那个粉丝 我还以为是明天飞呢 整的好尴尬 这次去南宁啊可能又要几天 看 这会儿来雪山也很好看 等我从南宁回来的话 房子应该会一个大变样 这会儿中午啊工人在休息 现在这个架子弄好了 那么本来预计是今天 就上面这个那个盆顶的那个瓦 但是刚才又说是明天 今天去买 就上面加瓦了 加瓦到时候上面还能 挖上面再干茅草 防水 然后这边改成了两间房 中间他现在在做这个加固 就是门框的加固 门框做好以后上面还是封起来的 两边进两间房 这样的话房间就跟套房一样 就很宽敞 从这里进门 进门以后 然后这个里面到窗户打开 就做厕所了 然后呢 这边窗户打开 做个隔断 然后这边就是床 直接能看雪山 这封个大玻璃 这边就是那个露台 就是一个榻榻米 可以在这里喝个小茶 看个院子风景 然后床上睁开眼就可以看雪山 然后洗手间 这样的话这个房间就大了 跟个套房一样 很舒服了 两间房的布局是一样的 等于说中间最大的这间房 给他切成了两个厕所 然后两边主人 这样的话 中间隔了两个厕所 你在这边说话 都不会影响到那边 而且这个墙和那个墙 都这个墙是做了一层 那个墙是做了加厚 这是买了一个冰柜 在这边 看一下那个效果 把那个肉 冻在这里面 冻在这里面 冻的绑绑硬 这边能冻五百多斤肉 看我那几十斤肉 放在这里面跟没放一样 嘿嘿 以后这个里面就可以放很多吃的 冻的绑绑硬 哇 而且是那种干冻 诶 你别把它放进去 一会给它冻硬了 是吧 还给它盖上 什么落灰 这边说的有冰箱了吧 啊 他们知道有冰箱吗 知道这谁看不见 到时候我想的是给这边 这个房间 外面再拿那个防腐木跟框架 再大一点 当时把这个再挖一挖 修个造型 然后把水系引进来 这里面养鱼 这个露台加大加宽 这里摆两张椅子 就可以坐在这里 都可以看鱼 然后水系从这里 一直流到厕所那边 从那边冲出去 现在在做楼梯了是吧 看楼梯的框架 楼梯 然后里面要做封顶 这边这个墙拆了 到时候这边 你看这个阳光 就从这边打过来 这边整个做玻璃 做玻璃就很舒服了 试看一做完玻璃 这面玻璃 这面大玻璃 整个这个房间 非常非常亮堂 好亮